想要竞选警斩的玩家,请举手 竞选了毛线啊 你信不信,只要我竞选,我一定是第一个犯人 这几号玩家,我不知道好不好,贼恐怖,认真了一下脸好不好 认真了一下脸,在那里搞的这些东西 我知道一号玩家上井是服务于前智慧,给我发精髓的人 就查杀,不知道能不能,也可以捡,好吗 反正有骑士的牌,我就不捣乱 其实我想炸博身份,主要我在那开车,等下给你们 我自己都思考不过了,听听声音盘盘逻辑 好吧 不能粉痧 啪啪啪 schwierig 嗨 咻啪啪啪小平 啪啪,嗨 孩子不 agric丽 我多少亏 三场唯一在于人家昨天饭牌查杀这张4号 强势要紧会 这么聊 第一警会 先摸这张7号牌 哦不是7号牌看你 看你退屋退水嘛 对吧 第一警会摸这张5号牌 摸这张 4号玩家发言 5号我查杀 你们把手都给我放下 好吗 5号我查杀 把手放下 强势要紧会 你3号你炸我身份 炸你这个好身份 你1号开车 是吧 你在前面变了不了你 是吧 就听警察发言 第一警会打张2号牌 好吧 打张2号牌 3号你先放一下 好吗 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 请举手 什么 想要 四五爆水 三号退水 三号是好人 四号原家 四号是好人 额 警下 六八十七票 六八十七票 六八十十二 九十一 五上票给四 有毒啊 五三票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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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颜角 我第一天也是没有淹到人 只要你第一天黑夜卡出去 你就无法使用技能 神牌都这样 我上一盘 额 如果 我上一盘是女巫 也是救不了人 到我回来的时候 九个确定键 什么都没了 我今天回来也一样 绝对不绝对 绝对不绝对 四 白天的时候 一放又是吗 没办法 那 4号得是让老人拍了吧 挺敏感的吧 给个刀位甩茶沙 8 9 看一下本能管位是谁 4 12 38 结束了 41238 决斗谁 来刷不耽误 要决斗谁 快说 决斗谁 34812 决斗谁快说 刷弹幕刷弹幕刷弹幕 决斗谁 3不决斗 决斗8 就这样了 这个不能给他们机会啊 3不3死啊 明郎有什么好决斗的 要决斗就决斗这种影郎 懂吗 天黑请闭 今天我不好吃 你的牌子呢 现在朋友们刷十个虎凉 挂我的牌子啊 下线前给你们抽一下奖 我其实得决斗率成功很高的 只要不是故意觉得好用 基本不会输 哎呀 今天肯定我中刀呀 这还要想 中刀中刀 哎呦8是个狼啊 你说为什么 8发欧爷吗 我忘了 他上井了吗 好像没有了 快快快快快快快 砍死我 砍死我 我要去决斗狼人了 天亮了 砍死我 砍死我 哎呀 这么臭的刀法 4号出局啊 港队4呀 3号我家发言 3号我家第一天 第一天确实是张生梦的啊 这么聊 给4号发个查查 是张大生梦的好吧 第三报 嗯 顺便看一下 我又没有发队查查 看半导王是会不会报我 嗯 我觉得 嗯 你不可以出来带队了吧 是吧 一一一 三四十二八呀 一过了快过 好嘞 这张二号盘 人家才放查杀盘 是吧 就这个 就这个什么 骑士戳得毫无逻辑 竟然还能把狼戳死 我真的是服 好吧 一百个大宝剑 我本来这么想才想 让这个骑士去戳这张四号盘 是吧 就是 四号如果是张狼人盘 那那晚上守卫肯定就是守这张四号盘呀 对吧 我也不行 万一四号是真 你说的是对 那骑士死了 别人家死了 那就被帮了 网了那就很难受 啊 反正这张二号盘 是吧 别人发你一张查杀盘 你还 你就直接过麦了 好吧 我看不懂 好吧 有逻辑 你们还来看我主播吗 是吧 难道是你狼队友 请出门左转右转 前转后转 到处就有逻辑的人 啊 我是张好人排 三四八十二四狼好吧 我这样系统错了 你们四个狼跳出来了 本来出四 不想多说 出四明天出三 我让牛读三 呃 这样吧 出十二总行吧 四号 给四号点游戏体验嘛 好吧 我们出十二 出了十二之后 完了读三 明天出四 就这麽简单啊 嘿 骑士说了吗 三四八十二 啊 呃 点四了吗 白狼王呢白狼王 白狼王 白狼王被戳死了 到现在还不够的 四号 听你发言吧 脱不脱衣服了 对吧 完全五号是张医院家派 对吧 他临死前说 他是张医院家 不过五号验了谁呢 五号说查谁啊 没验人 他也没验到人 他说 对对对 没验到人 五号没有验人嘛 那你四号得脱衣服啊 感觉五号的发言像是个语言家 嗯 九号好能拍一张 四号不认愿 认愿家就出十二 四号有什麽好处的 就出十二 我说七号就有人身压卡死他 哇到我发言 这不是那个谁嘛 生徒大神嘛 这个头 好日子就到头了 好日子就到头了 感谢观看 四号我要发验啊 就五号是一张好人牌 就第一天为什么说到查查牌 我昨天验的是二号 二号是一张查查牌 好吧 二号是一张查查牌 五号是一张好人牌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激动 走的时候还挑一下原家 顺利没有验人 好吗 这个四号就是一张原家牌 呃 今天出张二号牌 然后十号十二号两张离开 回不管好吧 一号牌听的发生状态挺好 六七里面我选验好吧 就就验一张六号牌 好吧 验六号牌 如果六号是一张好人牌 是吧 就把警会飞六号 六号是一张查牌 走六号 为什么 因为边两位是吧 就边两位想验一验 对吧 刚才接电话九号发现没有听到 对吧 应该出张二 三号的话 就听你发现 先放一放 好吧 就验六 验六 六七 好吧 两张牌 是吧 六号的好人 我就把警会飞六 六号查他 就就就 他住谁啊 哎呀 就就就就 就回家出他 他出个蛋 不要看这些信息 会迷惑人的 他出个蛋 谁可能跟他去出啊 大浪就出了吧 哎 我就一点语言家的面都没有 对不对 啊 我就问你们 是吧 就五号 我也不知道五号倒在业里啊 对不对 如果说五号不死在业里 是吧 我第一轮发言 我肯定是往左边先发言的 对不对 最后再跟五号解释一下 就这么简单吗 是吧 五号可以反驳我 起码多能验人是吧 五号要好人 二号是一张狼人牌 我就明确跟你说 二号是一张狼人牌 好吧 我试着真语言家 还有就是像这种 不知道怎么说 好吧 然后白狼王 有没有白狼王报 我也不知道 我他妈就语言家 二号的查杀 走不掉 好吧 嗯 六号 天黑请闭眼 他不喷老人做作 去解释这个 你说 他那是园长 吃到我很高兴啊 赶紧吃到 天亮了 这还不赶紧吃到 这就对了呀 一号爆水啊 一号爆水 就这个游戏其实不太平衡 因为我当其是 他们没有任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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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已经进去了 没买到全部 刀十一啊 天亮了 现在进行警长竞选 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请举手 这都没 6号玩家发言 6号玩家不是让预言家排 好吧上来接身份的 5号没上紧 我就不管了 我也不扎后这位身份 然后对话紧下的 15吧 你们一定要保住紧灰好吧 你们一定要保住紧灰 不要弃票 弃票 身份就不做好好吧 你们一定先保住紧灰 然后在紧下再聊 然后紧上的好人们 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 该退水的时候就退水 不要咬乱好人的视线 好吧 不是预言家 不要 我给你发茶叉 还是给你发茶叉 对 第一经回来 打一把 我又是边缴喂的渊家 然后 为什么验10号 因为 其实两开黑的嘛 就你7号牌 和上一轮发言一模一样啊 上一轮景象 对吧 就上一轮你是张狼人牌 就这轮大概率也是张狼人牌 好吧 就 我从昨天玩到现在 不是吃手刀 就是被毒 就是被爆 对吧 就我80%几率 就已经被手刀了 好吧 就我是避上井的一张牌 好吧 这张狼人牌 9号牌 是张冤家牌 且7号牌 帮我 给了这张10号牌 一张茶叉牌 就这张10号牌 很尴尬 对吗 这张双茶叉 是什么滋味 就第一经回来 打这张1 7是张汉跳的 就看他 看他放不放手 对不对 就 天黑请闭眼 总吗 这一刀一定刀11 哎 我鬼的咋 刀11啊 刀4 4号啊 4号能做成人家 杀3 接着杀3 哈哈 你让人家疯狂的人呢 杀11号 11号杀了掉金币的 他杀了他掉金币的 他头上有bug 杀了他要掉金币的 我刚杀了个人 就掉金币了 钻石会给你加500个的 11号头上有bug 杀了他掉钻石的 杀11号掉钻石的 妈的 天亮了 9号真的杀11 一些用船会付掉 5茶沙 11斤水 为什么咽11 因为白狼王 我这个叉沙牌 把七号抱走了 那十可能是他的 十可能是五的狼同伴 为什么不宴一 但凡一五双狼 我也吃不到警徽 对不对 他也没必要自报 反正我肯定吃了 所以一号牌我饱了 好吧 十一是金水牌 本来想昨天宴久了 但是算了 他要是继续跟我汗跳 对不对 那我宴他也没必要 所以宴章十一号牌 十一金水 好吧 其实在 其实在 你要是不信我就把我戳了 好吧 其实你要是不信 我就把我戳了 十一是金水 好吧 今天初十可以 好吧 初十可以 二号其调的远家牌 五号牌确实是啥啥啥不错 且四号牌也上井了 都也不错 但十一号牌 一张井上的牌 前之位你只能盘到四十一 如果你但凡外之位有一张起跳预言架 你要盘四十一 两张四张狼人牌 然后对话你将十一号牌 但凡你有身份直接拍清 张四号牌绝逼四张预言架牌了 好吧 就你十一号牌有身份 张四号牌绝逼四张预言架牌了 因为这种情况下 你十一号牌 前之位上井的牌 外之位但凡还有人张九号牌起跳的 四十一你只能标双狼打 不然 他四号牌为什么敢给后之位 发精髓呢 你要盘 他十一号牌没发炎之前 是吧 除这种情况下 但凡外之位还有预言架跳 你骑士牌去出另外一个预言架 定一四十一的身份 好吧 然后我二号牌是这张好轮牌 就一六里面 这张十一号牌是在井上的一张牌 这二号有一个逻辑是排在这对的 但二号这个身份我不保 为什么 我看你自己的底牌 这边只看了一批 按左两弯右两弯的话 你二六是在狼坑的 十一号牌没有发炎 这张四号牌 他给这张十一号牌发一张精髓牌 力度绝对有 但凡这一轮这张十一号牌不汉跳 不是说不汉跳 就是说十一号牌不跳预言架 对吧 你不用排身份 只要你不跳 就这个四号预言架又可以认得下 为什么 这张四号牌如果不是预言架 只能排四十一双狼 对不对 要不然排不出第二个逻辑来 所以十一 就这张四号牌敢给你 发一张精髓牌 这个路度绝对有 好吧 就一号牌认 那再盘一下吧 二六 二号牌的发言挺刚的 好吧 偏好 再听一下六号的发言 我再盘你们两个谁更像了 好吧 过了 十二号人家是个好人 我觉得一六很奇怪 你们为什么就一认六 六的发言 我感觉六跟二 有可能有某种联系 对吧 毕竟在茫茫人群中 他俩的头像 居然是一样的 有一点点像 除了一个是女生 一个是男生以外 所以我觉得二六的身份 会不会有问题 他们会不会 如果是同阵营 会不会互保 如果他们是好人阵营 会不会有心灵感应 也有这个可能性 对吧 就我觉得一六应该是开朗的 如果说六是个狼 那么二不打六 二是个狼 那么二六双狼 五字爆 七倍决斗 右边一狼 是这样的格局 如果说二六都是好人 那么一是一个狼 对吧 左边五是一个狼 右边两狼坑 两狼坑 在十一是精髓的情况下 就是在八九十里出 是吧 我觉得这一轮 十号 十号张牌 等一下 我觉得这一轮 预言家你把一六验掉吧 我不知道刚刚守的是谁 尽量能够守完吧 好吧 然后我们今天出谁呢 我就在八九十里出 好吧 八九十里出 不多说了 喂 那他确定了吗 是这个问题 就是昨天 十一号 首先说一下 我不是语言家 就是五号 在九号发言的时候 把七号给爆走了 就是当时 我们还有十 十一十二 然后二三 都没有发言 二三四 四也没有发言 还有就是六张牌 没有发言 他就去选择爆七 就是 他就是这么乱玩吗 就是不奔着预言家去爆 也不听听我们后边 还有没有人 在跳预言家吗 这个这个 说真的 而且四号 刚开始跳预言家的时候 我有一点点不信 因为刀口在三 你知道吗 如果戴盘刀口在 就是别的地方 我觉得我可能会 毫不犹豫的心思 但是刀口在三呀 我就感觉 哎呀 我第一反应是不信 但是我听了12号的发言之后 我又感觉 四号 有没有被封号 我感觉有天天被封号 扎声问白老王 为什么不去爆这个酒啊 哎 你不去盘酒的狼面啊 哎 你要来出这个诗 啊 这个七一张扎声符的牌 被爆走了 白老王不就想来误我吗 这个酒 也跟着给我耍一张茶沙牌 嗯 其实 我不能抗推 我觉得啊 我底牌是一张好人牌 平时磨嫩抗推啊 哎 你撕你底牌是一张预言家牌 哎 你可以说今天出这张10号牌 哎 你这个 你这个预言家实在为好人玩吗 哎 哎 你不去盘这个白老王 不去爆这个酒 这个酒有没有牢面 你不去盘啊 哎 你验11啊 不管你啊 你不去摸这张酒了啊 哎 预言家有你自己 11必须 11必须 哎 就是 雀牌 就14张精髓牌 10是第一天的茶沙牌 就出这张10 然后4次跳出来 送了一张狼牌 好吧 50次爆的一张白狼王牌 就5爆走这张7 这个7和10的关系 我不知道 就你2和6 我也不知道 就你12 听完你们后续发言 你不要跟我掰什么 啊 这个4去验了 这张11 哇 说明他 那个力度无限大 什么什么的 好吗 就晚上去验一下 这张11 11的发言还可以 对吗 因为他跟我想到 同样的地方了 因为他觉得 这个山有问题 对吗 这个山被砍了 这个4肯定有问题 所以他想到这一点 所以说 这个11可以留的 也可以认得下了一张 晚上验2和6 或者是选验一张 今天出这张10好吧 14张查查牌 第一天就查出来了 就你们愿 愿 就 11号拍在我这里 听着应该是张好人拍 对吗 49对调预言家 11号是听谁啊 就 我 搓9还是搓10呢 搓10呀 我搓10 4张查查 跟你搓10啊 那4号拍身份不定义 我搓9 好吧 我搓9号拍 我搓9 9如果是张哪里 预言家去验这张4号拍 不排除狼彩狼 对吗 我搓9 我搓9 就如果 9号是预言家对吗 初十 然后留独四 是 谢谢灵力大魔王 1234567 89 天黑紧闭 哇 哇 谢谢灵力大魔王 你让刀死 刀死不刀死 嗯 1 2 3 4 5 6 7 8 90 11 12 13 14 14 16 16 谢谢灵力大魔王铺天盖地的大宝剑 天亮吧 一刷大宝剑 立刻人气都变高了 真的是太势力了 欢迎新来的朋友 刷十个虎粮可以挂我的牌子 我第一个发言 九号一匹狼 五号一匹狼 走到两匹狼 不过说真的 这个上一把就是 其实如果不错的话 我可能会出十号 因为我觉得十号发言一点都不好好吧 然后九号还给了一号一个精水的身份 哎呀好难排啊 我前这位发言对吧 上一把他们都发了什么言 我真的都忘了 好了一会你八号 希望你是后这位发言吧 由你来贵票吧 这个九号十叉杀一斤水 十叉杀一斤水 一号是好人 是他拉拢的 拉拢的好人 刷十个牌子可以挂上 十个火烂会挂牌子 就右边的话八十骑士 七十倍白狼王爆掉的牌 九十一张倒牌狼人牌 十跟十一 十一是精水 十应该是最后一狼吧 那么这一局我觉得 左两狼右两狼格局 就是右边九十连狼 左边的话看一下 左边的话我觉得 五是一张自爆的狼 对吧 然后三四是倒牌的 那么如果说 左边三狼的话 一二六出两狼一号人 如果说就有一个人跳出身份 其他两人进狼位 如果说右边两狼 左边两狼的话 那么一二六里面 我觉得至少也有一张狼人 所以我觉得 本轮我觉得不用怂 就是骑士已经带队了 我觉得身份明打 然后稳定的出掉一张狼人 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一六里面 高概率是产狼的 我们尊重二号玩家 和六号玩家的熟悉度 二号玩家如果认六 我们就出一 如果二号玩家不认六 我们就出六 对吧 加个十 也有可能二六两张狼人牌 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所以我觉得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并不是其他人 而是二六的连带身份 二六的连带身份非常重要 一开始七跟八还互怼的 这个已经不是重点了 我觉得 有点想出这张 有点想出这张六 因为一的发言 预言加持人他是好的 我觉得也还可以 对吧 所以这一轮我想想 六吧 好吧 出六吧 我觉得像是九十五六 因为我总觉得有连郎 我总觉得有连郎 那当然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六号不好意思 先出十吧 哎呀 十也得罪不起 十是莫自为总结 怪怪的 我很害怕 我是个好人 就我的目标反正在十跟六 我觉得十跟六 应该可以出到一郎 我是想先出十的 那么我们听六的发言 如果六的发言不好 且二爷打他 那十发言好 我们归六 如果六的发言 非常好 没有任何问题 二爷认他 那么出十 好吧 就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就要用这样一个 综合定位的方式 好吧 过了 你不是张五号印的精水牌 你今天十一号一定在 抗推卫上 好吧 打我一号牌 你拿什么打我一号牌 就是张二号牌 我保一下 为什么 二号牌起身 把张四号印下 虽然这个逻辑我能认 但是这张二号牌 是在我狼坑里面 就我一号看你自己的底牌 是一张好人牌 对吧 那你二六本身就在狼坑 所以二号牌起身的发言 在我这边其实是不做好的 好吧 就六号从头到我没有听到他发言 我不知道 但是我跟你讲 就像十一号牌 但凡是一匹狼 其实还在场 对吧 你敢给自己的狼头 漫发精水吗 是疯了吗 一号没有身份 一号就是一张平平牌 但看你自己的底牌的情况下 对吧 这二六避开了 怎么认二十 因为一六得成 一号也不认了 冰鸟会出狼 就我不知道十一号是怎么盘的 能把一号盘成一匹狼 至于九号为什么给我发精水 我不知道 对吧 但是九号给我发精水的时候 我是动摇了一下 我觉得九号有可能是一张 我不要当身份 没人来看 放心吧 他们还不照实 你只能先出六 因为这种情况下 九号张牌 起跳张预言家牌 你说他发张一号牌 精水的目的在哪边 在白狼王走的情况下 只有三张票 张十号牌 如果是你说盘九十狼彩狼 张牌 万之位只有一张牌了 那只能拉好的票 张一号牌 是不是他拉了发精水牌 十号牌 也配做身份 你哪怕 金刚狼的身份 是不是 外之位 张一号牌被发精水是好人 那外之位呢 外之位只能六九十 你只能先出六 你出不到出十 因为张十号牌 你只能打最后一天的金刚狼 是吧 所以你张十号牌 打的点不对 张十号牌是 只能打 放在后之位打了 所以说今天是逼你六十二的轮次 虽然是说张六号牌没发言 张一号牌我先放 六十二肯定是要出一个 好吧 就听你六号发言 好吧 就十二号打谁都不能打 只能去打仗 我前面你十二号非要拉我二跟六有关系 一号也要拉我二跟六有关系 我二跟六是情侣 但不互通身份情况下 我六号是锦上表过一波水的 对吗 我锦上是发过言 你一号告诉我 你全场没有听过我发言 其次你十二号强打我二六一个过面关系 你们不去盘这张九号牌 为什么要给十号牌发一张查杀 要顺着这张四号牌 要出这张十号牌 很明显让其实戳一个保另外一个 这个逻辑是有可能 全场没有人去打这个逻辑吗 对吗 就是他九号牌这个身份戳出来 他一跟十里面 必有一张是他的狼童万牌 他要保一张的牌 你二号牌今天能出到我六 还有就六十二里面出 十二在我这身份不做好 一是我不能保的一张牌 一一他上来就说 我要保这张二号牌 你拿一张平民牌身份去保这张十二号牌 我是一张平民牌 全场不拍身份 一号拍张明 二号不想活了 就我觉得这张十号牌身份可以保 对吗 就如果昨天我不错这张九号牌呢 对吗 我不错这张九号牌 那这张十号牌 我昨天不错那张十号牌肯定可以进扛推呀 第一天白浪王抱这张七号牌 对吧 七九两张牌给十号牌查伤 他白浪王直接报七 直接报七的时候 他九号牌夜里不吃到 对吗 那我觉得十号牌身份就可以保 对吧 因为这张九号牌现在就已知四郎了 对吗 我觉得十号牌身份是可以保的 就六号牌我觉得聊得还行 十二号牌我觉得狼面很大 我不归票好吧 就我会自己投 听完四号发言再说 我靠 我昨天说的不够明白 这个白浪王不去报这个九去报这个七 这个九不吃刀 这个四昨天说要来出了这个十 他这个四底牌四张冤家 怕有他这么玩的吗 你这个六你还去盘九十两张狼牌 狼采狼 有收音吗 你觉得九给我发茶伤 还是给一发金水 到底是在保谁 保我还是在保这张一 你这个六没想过吗 你要盘九十两张狼采狼 这么盘下来 觉得我十号牌底牌是一张狼牌 我十号牌底牌是张好用牌 其实你昨天骑我死的肯定是你 对吗 这个四走 这个四死我估计 其实首位已经不在好吗 我怎么能不出六呢 对不对 出毛件事啊 真的很生气啊 这能出到我十二的 我十二是张好人牌 没有身份 是张平民呀 就我觉得六应该是一张狼人吧 而且十号玩家的总结很清晰啊 就十号玩家很清晰啊 就是一点六很有可能 你这还能打歪的 然后一对吧 从那个倒牌的九 从倒牌的假愿人家来看 他有可能保一的 边角位避开狼队啊 二六二明打暗保啊 哎他还出张六 六还跟二演戏 二晚上想睡沙发是不是啊 睡地板去啊 所以二六两张牌一起来 清照不宣啊 我就说他们 我可没说他们共编啊 我说从他们的发言 我们判断 他们是否共编 是否有关联 对吧 那刚刚二打六 六打二 很明显是有问题的呀 有问题怎么就一起投票呢 怎么能一起投我十二呢 那我十二干了什么事情了呢 就找一张抗推位嘛 就那你张一不投的了 那你六打十二 你也打得不清楚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哎呀 真的是过分 我是一张好人 我刚刚听那个八号发言 真的有道理啊 一张骑士牌 他是一张名好人啊 这张名好人拿了一张全场最高的身份的情况下 居然没有上头 居然还能分析出来十号 是好人的心路历程啊 我真的是判案叫绝啊 我刚刚都鼓掌了 我就十号玩家 我觉得最后发言也非常好 就是哎呀 你最后说 哎呀 怎么说呢 就 就八号 其实你把这个引导到十二号身上了 我本来很佩服八号玩家的 我觉得八号玩家绝对是高配啊 就这么错综复杂的一张 我们一张普通人 根本根本来不及分析里面的含义啊 十号玩家能够分析八号玩家能够分析清楚 而且力保十号 我觉得十号玩家铁好人啊 十号玩家铁好人啊 这二六一定是两匹狼啊 就今天把我这个好人吹出掉了 怎么玩啊 怎么玩啊 这个牌 十一号是个好人啊 我十一号不要上头啊 我觉得十号玩家铁好人啊 千万不要乱打好吗 我觉得右边这个格局就很清晰了 十一号精水 十二十号铁好人 八号铁骑士 左边三狼好吗 五是一个狼 那那那那这个这个这个六六是一个连 连连狼好吧 一二出一匹狼 二就是一个狼啊 我觉得就是二六五 二六五三个狼 有可能二真的是睡沙发了 那就是一五六 好吧 哎呀 哎有点口渴喝点水 啊喝好了 喝好了喝好了 继续说继续说 急死了 我觉得八号玩家真的水平高 玩好之后一定要加你个好友啊 你给我个好友味 天黑请闭眼 刀八头 干什么票 我二号牌是张好人牌 为什么出十二 因为十二号这张牌 他跟我说谁都可以出 在我的四条里 如果我们这边是一张好人牌 是不是 外之卫张十号牌 不管是不是金刚狼 不能去牌 你就打十好人牌 打外之卫是不是只有一二六十二 你只能是拉个对立面 跟我说你要出哪一个 不能说哪个都可以先出 哪个都有狼面 那你告诉我我们的狼面在哪里 好吧 就张十二号牌 我觉得是张狼人牌走的 就我二号牌是张名牌 好吧 今天直接拍身份 必然是张十号牌金刚了 就你跟我说 张九十 不做身份的吗 就这种情况下 当然是他十号牌出去 张九号牌是不是 第二坐实预言家 张四号牌是不是会进狼坑打 然后张九号牌 外之卫再发一张茶沙 发金水 外之卫是不是扛出一张名牌 然后外之卫还有两张狼人牌 是吧 比如说你必须排 张十号牌 因为我们看条没死 没必要跳到狼人家 看条在刀什么狼人家呢 怕什么呢 对吧 二十里没出版 一八守卫 上把没敢跳 没敢跳 我怕你狼人追刀我 你不是说追刀 我那版不能自首 那个第二天 第一天没有守人 国际官吏 第二天守的这张四号牌 为什么守四号牌 五号是白狼王自报 五号在井下 四号上井那张牌 对吧 那四号是 唯一一个场上有狼 对吧 然后我看到他 我把他守了 对吧 昨天晚上守的是 昨天晚上守的是这张十一号牌 因为场上两神吧 我担心名少 这张十号牌在我边 我放不下 因为十号牌聊的 他可以 他可以来聊我一号 但他最后 陈底位的时候 他聊了一句 他守卫大概不在场 守卫在不在场 是你十号应该关心的事情吗 我觉得你十号像知道自己在夜里叨了几轮人的心 他要先盘出 女巫也许死了 才能这样发言 他这样发言是会被打的 十一号是张女巫牌 昨天把六号给破了 这里讲一下为什么去知道十一是张神啊 就是为什么我要开视角的原因 给你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知道十一号是张女巫 在盲 盲杀的时候 为什么知道十一号是张女巫 因为二 五 九 十二 是四张狼牌 懂吗 且四十一张 怨家 十一 定是一张 懂吗 跟他们说 刀十一不刀 刀了十一穿女巫身份 对吗 今天出发 出发不结束 你明天再来归我 对吗 十一号挑了一张女巫牌 我觉得你一 如果是一张首位牌 不会这么余吧 八十一的位置早上去 十二号牌都看得清楚 十号牌是一张好轮牌 你这个一这么余 你还 你还跟着奥走 我十号牌是一张狼牌 你放不下我 你先把这个奥给飞了 不可以吗 你跟我说 九十两张狼牌 狼采狼 必须 八号都觉得 我十号牌是一张好轮牌 有你这么余的首位吗 还是说 我觉得你要不可能是两张狼牌 好吗 就我会出这张奥 毕选总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对话你张十号牌 就你跟我说 我二六出十二 那我二六 昨天随便拍个身份 张一十二 外之卫是不是被我打死了 你跟我说 我二号牌个名 一号牌首位 你认了下一 为什么说 我说过 张十二牌 不管是什么身份 都得保下 最后一天去旁 是不是金刚狼 就对话你张十号牌 你说我张二号牌打你有问题吗 就最后一天 你跟我说 先出二明天再出你十 最后一天 你他妈跟我说什么 跟我先出 说出二没问题 你不拍 谁是狼的吗 还跟我说 谁出谁都没问题 你他妈脑子呢 我都说了 最后一天 必须得拍 你能不能认一下 我张二号牌好的牌 就你跟我说 一二六都是好的牌 不吃刀 让一号牌 得跳着其他守卫牌 对话你张十号牌 我二号和六号牌 两张狼的牌 直接穿个守卫牌衣服 打这个一和十号 直接出去就算了 现在我二号牌 天黑请闭眼 天亮了 游戏结束